叫他过来 周延气恼地说 过了片刻 长得像是肉山一样的 刘经理跑了过来 他跑上来笑道 周大少 有事 这两人是谁啊 他们怎么也能在这么好的位置 站个展厅 周延向周明一直道 这两位 是京城珠宝的呀 我们这里的规定 在京城分店超过五个 就可以来参加展会 他们的分店不止这个数了 刘经理是一个圆滑的人 他说话满面堆笑 让人无可调剃 那也不行 他们有能拿出手的珠宝吗 我们这里走的可是高端路线 随便一个新来户也能进来 你怎么做事的 周延教导 周少 这是万英卓万少的朋友 如果你有问题 去质疑万少去 刘经理不客气地回应 你妈 一个三流世家的小顽裤 平时叫你一声大少 那是给你面子 你真的以为 是万家内容等级的 要真是老子跪下来 给你舔都没有问题 万 万少 周延吓了一跳 他转身诧异地看着周明 他不明白周明父子 刚刚来到京城 怎么就跟万英卓 扯上关系了 周少 没事的话 我就去忙去了 还有人等着我招呼呢 刘经理一眼就看出来周延和叶好轩两人不对路 所以就毫不客气地回应了一句 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虽然周家在京城也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对上万家 连屁都算不上 你 周延大怒 平时这家伙对他也是客客气气的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给他摆脸色 而且还当着周明这混蛋的面 他有些气恼地转过身道 周明 今天来这里 都是要拿出些能拿出手的东西的 你能拿出来什么 我能拿出来什么 跟你没有关系吧 守好你们周家的一亩三分地吧 周明冷笑道 周明啊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展示的是京城高端的奢侈品 你随便一个小地方来的憋三 就想来这里展示东西 拿不出一样像样的饰品或者珠宝 你趁早还是滚回清园吧 还想来京城跟我们周家争食 你以为你是谁 周延冷笑道 你们周家在珠宝届是领军人物 那我倒是想先见识见识 你能拿得出来什么能让人折服的东西 叶好轩突然笑道 看到叶好轩 周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晕 他怎么可能不记得叶好轩呢 就是这小子害得自己输了一百万 而且还丢了个人 现在在周家的其他堂兄弟跟前都抬不起头来 周明父子是被老爷子赶出门去的 但是自己却在向来被人看不起的周明跟前吃了个亏 所以被人嘲笑的无敌自容 这一切都是把叶好轩所赐 当然能 我们周家这里实力最雄厚的 今天晚上的精品珠宝 非我周家莫属 周延神色俱傲地说 朱宝发家的袁天佑没在场 不然的话 因为袁天佑现在的重心已经转到其他行业了 否则的话 周延也不敢放这么好眼 是吗 那周大少拿出一件能撑得住场子的东西 让我观摩观摩 叶好轩淡淡地笑道 没问题 周延大笑着 转身就要向自己的展位上走去 等等 叶好轩突然又叫住了他 怎么了 我们不妨再打个赌 叶好轩淡淡地笑道 打赌 周延诧异地问 怎么 不敢了吗 我记得上一次周大少好像是输给我一百万 怎么 不想把输的钱赢回去 叶好轩笑道 好 你说怎么赌 想到上一次自己花那么多钱弄了一块破石头 而且还输给了叶好轩一百万 周延就狠得直咬牙 他决定这一次一定要给叶好轩一点颜色瞧瞧 就赌今天晚上的精品翡翠吧 如果是你周家的 算我输 叶好轩淡淡地说 哈哈 那你就等着输吧 姓叶的 你知道我们家的首席转雕师是谁吗 周延大笑道 我不管你们家的首席转雕师是谁 我只想问你一句 敢还是不敢 叶好轩淡淡地说 当然敢 如果今天晚上精品珠宝的名头不是我们周家的 我再给你一百万 周延喝道 一百万踩头太小了 叶好轩摇摇头道 要闻就闻大的 那你说 周延冷笑道 一千万 叶好轩淡淡地说 一千万 周延吓了一跳 这一千万的数目可着实不小 今天晚上他拿来展示的珠宝 最多也只卖一个亿 这一千万可是十分之一啊 他的脸上阴晴不定 看着高深莫测的叶好轩 他总觉得这是叶好轩在给他下套 怎么 输不起了 好笑堂堂的周家大少竟然连区区的一千万都输不起 叶好轩大笑道 那好 我就跟你赌 周延彻底被叶好轩激起了怒气 他咬咬牙 映下了这份赌约 他周家 在珠宝行业里打拼了几十年 就算是周明爷俩之前在清远有些底子 但是他不相信他们能请得起多高明的雕刻师 看到这边有人豪赌 众人都来了兴趣 周家作为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 手里确实有好东西的 其实今天的展会的精品珠宝的名头有80%会被周家夺取 一些资深艺点的珠宝收藏者已经围了过来 看看周延究竟能拿出来什么样拿手的东西 过不多时 周延就带着几名手捧浴室的工作人员走到了中央的展示厅上 他掀开托盘上方红色的盖 只见第一件浴室便漏了出来 却是一件只有核桃大小的浴室 这浴室虽然不大 但是雕刻的极其清晰 细细地看去 只见这个物件体如凝脂 金光内韵 滞后温润 脉力揭秘 雕工极其清晰 而上面雕刻的赫然是金玉满堂 核桃大小的东西蕴含了诸多形状 这件浴室的名字就叫做金玉满堂 是著名的浴雕大师谢力言新作 大家看看 有没有资格拿下精品珠宝的名头 周延得意地说 众人纷纷地围了上来 更有资深一点的浴室收藏者 更是拿起放大镜细细地看了一番 不错 正是谢大师的手笔 功底运厚 而且这浴室是上好的杨之浴 现在谢大师已经很少雕浴室了 不知道你这浴室是从哪里弄来的 有一位中年人问 那还用问 当然是我们周家请他来的 他现在已经坐镇到我们周家 是我们周家首席雕刻师 周延得意地说 这是真的 谢大师是你们周家的首席雕刻师 谢大师现在已经很少露面了 要弄一件他亲手雕的作品 真是难啊 周家的人竟然能请得动谢大师 实力真的不一般呐 众人轰得一声议论纷纷 他们围了上来 颇有兴趣地盯着周延前方的托盘 议论纷纷 周延越来越得意 他扫了一眼周明的 周明 你今天来拿的是什么东西 你倒是给我看看呢 如你所愿 周明冷笑了一声 他和叶浩轩相识一笑 今晚的一千万要到手了 要知道 叶浩轩和周明请来于老出山 于老是玉世界的前辈了 据说谢理言还拜入过他门下 学过一段时间的玉雕 等于说于老是谢理言的师父 现在拿出徒弟的东西给师父比 这周延不是傻逼是什么 我们这里有三件作品 是请一位知名的前辈雕的 一次性拿出来吧 叶浩轩淡淡地说 几名身穿京城珠宝服饰的服务员 拖着托盘 走上展示台去 一观音 一佛 以及一麒麟 崭现在众人的眼前 平心而论 京城珠宝这一边的几件 浴室雕刻的难度 比那个金玉满堂要容易得多 如果是高手 只要心里成形 寥寥几刀就可以雕刻出来 但是让人诧异的是 这几件作品栩栩如生 就好像是有人赋予灵魂一般 让人感觉在恍惚间 这几件作品都会活过来一样 与杨之玉不同 这几件玉是通体碧绿 绿油油的仿佛要渗出水来 让人一看 就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是 帝王绿 终于 有人指着这几件物品惊呼道 随着那人的惊呼 在场的人们终于不淡定了 这一年头能用帝王玉雕玉石的真不多 要知道 翡翠跟杨之玉又不一样 尤其是这种极品翡翠 只要雕的传神 完全可以卖出一个天价 而京城珠宝的这几件玉石 不仅仅雕的传神 更像是活物一般 更重要的 这是难得一见的帝王绿啊 瞬间 众人的目光 就被京城珠宝这一边吸引了过来 人们对着这三件玉石品头论足 嘖嘖成奇 周延傻了眼啊 他是混珠宝出身的 他当然看出来周明拿出来的这几件玉石 无论是从品质上 还是从材质 以及雕工上 都远远地超出他的杨之玉 但是他随即冷横道 哼 你们这些 是找机器加工出来的吧 我们的玉 可是正儿八经请的雕刻大师 雕的机器传神 机器产物也算玉石 那众人都像看傻帽一样的目光 看向周延 那是不是机器雕出来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在场的人都是高手 一眼就看出来 京城珠宝这一边的玉绝对是高手雕刻出来的 而且还极有可能是某位大师 周延 你要不要脸了 输了就是输了 还死不承认 我们的玉 是正儿八经的 人工雕刻出来的 周明冷笑道 哼 就算是人工又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你的玉 也是出自明将 我们的玉 是出自谢大师之手 你的 我看是街头捏泥巴的艺人捏出来的吧 周延不屑地说 不对 这刀工和手法我看着熟悉啊 莫非是 不不不 不可能 他已经疯到多年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匆匆走来的中年人神色震惊地说 谢大师 你来了 你看出来这是谁雕出来的吗 有人禁不住问 这人就是周家重金聘请的雕刻高手 谢力言 他这么一说 周延有些恼火 看谢力言的表情不难看出 这雕刻的手法远远地高于他 可是 就算是高于他 他也不能这样直接说出来吧 这不是在拆自己的台吗 这手法有点 像我恩师的手法 谢力言有些不确定地说 然后他又道 可是我师父已经疯到多年了 不可能是他呀 谢大师 你是说 这是余老的作品 终于有人听出了他话语里的端倪 不由地吃了一惊 不错 正是余老的作品 叶好玄淡淡淡地说 人群再一次炸开了锅 谁也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余老的作品 余老在雕刻界是前辈 所雕出来的浴室 都仿佛像是注入了灵魂一般 尤其是在他封刀以后 他的作品更是一度被拍出天价 那些骨灰级的收藏 对于他的作品评价是 万金难求 再加上他留在史上的作品并不多 以及他的作品曾经拍出过上亿的天价 可以说 余老是真正的玉雕界第一人 现在骤然看到他的作品 而且一次还是三劲儿 这让一边的人几乎沸腾了起来 争先捆厚地向这边涌来 谢力言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在拆我的台 周延大怒道 我没有拆任何人的台 这确确实实是我恩师的作品 我承认我的作品 远远地不如它 谢力言摇摇头 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我们周家的人 有责任维护周家珠宝的品牌形象 周延喝道 他的双眼赤红 一想起今天要输给对方一千万 他都有种想杀人的冲动 对不起 我跟你们签的是合同 不是卖身器 谢力言冷冷地说 况且 再过半个月 我们的合同貌似也到期了吧 到时候 我就不再是你们周家的首席赚掉师了 我们会给你续约的 周延微微一争 不好意思 你们周家 为力士图 而我雕出来的东西 每一件都是艺术品 不是让你们不择手段 用来抬价的 谢力言冷冷地说 听谢力言的话 似乎是对周家相当的不满 但是一边有知情的人 已经听出了端倪 谢力言对于周家 岂止是不满 简直是不满之极啊 因为之前在一次珠宝展示会上 谢力言花大精力雕出了数件作品 每一件都是精品 这一次他超常发挥 有雕刻界的大师甚至品鉴 这几件作品深得于老五分的功底 雕得极为传神 就好像是于老的作品一样 他赋予了这几件作品灵魂 他对自己这三件作品极为看重 他恐怕这一辈子 也雕不出来这么传神的作品了 对于一个几十年都静音在 雕刻艺术中的他来说 这几件东西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 但是他的东家是周家 他曾经想买下一件作为藏品 齐料周家的人不同意啊 非但是不同意 而且在拍卖会上当着众人的面 把其中两件玉雕摔成粉碎 所以剩下的一件 排出了近乎于天价的价格 因此谢力言对周家相当的不满意 每每想到自己那两件 偶心力写的作品被人当场摔碎 他的心里就极不舒服 周家是商人 唯利是图 而他严格来说是艺术家 所以他决定以后不再跟任何人合作 等和周家的合同到期以后 他就不再许约 谢力言 我们周家待你不保 你这个过河柴桥的东西 周言咬牙切齿地说 谢力言的脸色变了一遍 他人尽中年啊 而且在玉雕界极有名气 什么时候被一个年轻人当面这么骂过 一时间他气得 脸色铁青 他喝道 周言 我到你们周家 开的价格貌似不高吧 如果不是当初你们拿出一件精品翡翠来 我也不会到你们周家 你说这话 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那好 既然这样 那我现在就宣布 我这就退出你们周家 不做你们周家的首席雕刻师 姓谢的 现在我们的合同还没有到期 怎么 你想放我周家的鸽子 你可不要忘了 你自己的身份 你名气再大 也不过是个艺人罢了 你敢违约 那就做好准备一千万赔偿的准备吧 周言冷笑道 你 谢力言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的身份在玉雕界也是大师 而在周言的嘴里 却成了一个艺人 这让他如何不生气 我说你会先没有赞在我身边的身份 你必须的 你会想到你身份